C做11.3,我們看題目 題目指,O是ABC的圓心 然後我們分別有三條切線 形式有三角形 然後給了兩個角度,都畫在這裡 第一要找OQP,就是這個角 然後我們要找POQ,就是這個角 好,我們首先看看題目 題目裡面所有東西都畫在圖上 我們直接看圖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形狀,請你記住 我們說,若是一個圓形被一個三角形包住 其實它是有三個雪糕筒 這個是第一個雪糕筒 這個是第二個雪糕筒 這個是第三個雪糕筒 所以你知道現在的長度會一樣 又或者其實角度會一樣 這個角到這個角,這個角到這個角 當然這隻角斬開,這兩隻角會是相等的 但是我們未到最後一刻,就不要亂加線 另外,有切線,可以有圓心 可以連條線會變直角的 同樣地,未到最後一刻,我們都不要加線給它 這三個雪糕筒我們可以用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這些題目 這些角,我們通常會用三角形內角去處理 因為它既不是圓心,也不是圓心 所以最基本是會用三角內角去處理 所以我們說,28,28 這隻又等於這隻,加上這個66度 那就是大三角形的三角形內角 然後,我們計到這隻角 這個28,也可以用這個細三角形的三角形內角 我們就開始寫了 第一件事,就先把這隻角 這裡,是雪糕筒來的 所以這隻是28,這隻也會28 第二件事,用大三角形的三角形內角 180度,減走這兩隻,再減到16度 就會出到這隻,整個大隻 所以是58度 第三件事,我們想求的那隻 其實是這個的一半 不過你記住要寫清楚一句 這隻角會等於這隻角 因為它是一個雪糕筒形狀 即是一個有兩條切線的定理 所以你必須要獨立寫一句 才可以得到那一分 然後,我們知道兩個相等 所以我們將58除2 就會變成其中一隻角的大小 之後,我們要找這隻角 我們用小的三角內角和 這隻角剛才找到了 這隻角剛剛找到了 所以三角內角和 告訴你這隻角 有123度